她那種奮鬥的精神 那是這個字 男仔一起是不公平的 郭富城未必駕車好過其中一些女仔 但是始終男仔放在裡面不公平 今年就變成了女仔先 那十個女仔裡面當然是以安全為主 每個人都要靚的 但是她又遇到一些不生死 好像不均如這些 那鏈車搞到隔壁那些驚 不會的 其實賽車來說是 是安全過在馬路賽車的 馬路賽車你有型頭車 有行人 有充紅燈 那賽車就是 整條排在那裡全部向直開 還有緩衝區是很多的 那是不會有什麼大事發生的 那還有他們那些是 我們做過手腳不讓他們開這麼快的 那還有呢 還有防撞欄 還有防滾巴 應該是很安全的 梅姐 前一陣子新聞報導說 你在加拿大 很刁鑽 在加拿大 你就是被人收了一個護照 接著呢 你就說沒有這件事 但是後來你又要提出上訴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喂 你的搜查資料這麼差的 誰做負責人搜查資料 說些不說些 第一 第一那個不是護照 那只是一張移民紙 OK 第二樣呢 我不是沒有這件事 我一向都說有 又是因為那時候在香港 我很早說不要了 今次呢 我要搶麥才說 今次呢 我是過到去 他們說 因為我很久沒有過來住 他要收回 他要經過我同意 他問你是不是不繼續住 我說是 我願意給他的 第三樣東西呢 我現在不是繼續上訴 因為我覺得移民局 就是我上一次去加拿大的時候 我覺得我過移民局的時候 不是因為他對我不好 我覺得他對華人都不好 所以我要審取上訴 我要搞大他 因為我要他們知道 我們為什麼華人 他們會對華人這麼差的態度 我是想罵他這件事 我不是要上訴 拿回他的證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一早要過兩個住 住幾個月的話 我已經拿了證很久了 我根本不想要 我要做一個中國人 明白嗎 世貴 即是我們那條問題 三條問題 沒有那條問題都對 錯了誰做搜集資料 我叫他 那這樣呢 其實你說要做中國人 但是日後 其實會不會移民去其他地方呢 要我移民去其他地方 我想那個機會很低了 我最多都會留在香港